接下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目标 我们会请出20位特殊的挑战助理 由评委随机为这20位挑战助理编号 这20位挑战助理将按照你们编号的顺序 依次从幕布后面走过 而我们的两位警官将观察他们20个人的剪影 最后找出评委选择的目标影子是哪一位 那么两位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挑战开始 三个影子 足迹我有尺子 用眼睛和尺子结合着看 像这个影子就是靠自己的感官 所以这次没有底 也第一次要紧张 虫影 文字很眼花 影子的编辑是不好第一时间把它锁编的 究竟这三个影子是属于哪三位姑娘了 这个需要你们现场来寻找 并且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 二十位模特全部换上运动服 小腿跟肩部被服装包裹了起来 能够进行辨识的部位几乎全部被遮挡 而且所有模特都换上了平底鞋 走路的步态也跟穿高跟鞋有很大不同 两位挑战者面临着重重难关 只要有一人出错 就将导致整个挑战失败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六个答案 是否和我们最终正确的目标人物能够吻合 我们先来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答案 QQ Q Q 16 16 16 选对了第一个 但是别着急 这才是三分之一 7号 我们来看董燕珍警官给出的答案 D 来 看遥刚警官给出的答案 7号 9号 4号 4号 3号 1号 8号 9号 8号 8号 2号 它是保护国家社会安全 跟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要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有警务人员资金